有一個正面激勵的意義 黃文思真的相當不簡單 在生產過後 這是他第四場職業的拳擊賽 那麼他也希望透過自己的經驗 來激勵所有傳統的東方女性 在生過小孩之後 其實也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事情 對 No Keyman No OK Good luck 今天的台商 這場比賽的台商裁判是來自泰國的裁判 超銀量級 這場比賽黃文思要和來自泰國的羅姆安 來爭奪 超銀量級 WBC Asia 大陸拳後的頭銜 第一回合比賽就是開始了 那麼這場比賽呢同樣要打 八個回合 也是兩分鐘來看到 比賽一開始 雙方的拳手呢 就有一個激烈的交鋒 羅姆安非常非常的兇悍 黃文思是成了這個左撇子的架式 當然就比賽經驗上面呢 黃文思是比對手還要再豐富一些的 但是 羅姆安現在是職業生涯三戰全勝的一個狀況 在第一回合呢 兩位已經打過職業拳擊賽的拳手 試探也免了 直接正面交鋒 好 實際上還是在一個試探的這個階段 不過相對於剛剛台灣的選手來講 他們經驗比較豐富 而且節奏也比較明快 那這也就是職業拳擊非常好看的地方 OK 來自泰國的羅姆安選手 試著把黃文思的前手撥下來 然後用後手做一個突破崇位的進攻 也是這個面對架式不同邊的這個選手 一個常見的一個 突破對方防守的一個 一個手段 連續的勾拳 並沒有Jazz的命中 但是龍王撐著這個機會 是一個向前的突破 是有效的命中 這場比賽要打八個回合 每一個回合一樣是兩分鐘 第一個回合即將結束 閃過了羅姆安的勾拳之後 往正面來做突破 第一個回合結束了 我覺得年輕的羅姆安 反而是用拳術比較精簡 黃文思在昨天過棒的時候 其實來到現場 讓我還滿驚豔的 怎麼說呢 因為不要看他現在在場上 還滿有傻氣的 但昨天穿著一些黑色的晚衣服 加上矽高跟的鞋子 真的是中國新女性 那他其實也提到了 他在場下的時候 不管是帶小朋友出去 或者是像參加這樣的過棒一次 都喜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黃文思選手在年輕的時候 他這個比賽贏得勝利之後 還會在台上跳舞 我們看看今天有沒有機會 看到他跳舞 不過相對於黃文思 年輕的羅姆安 可以說是一點都不甘示弱 第二個回合即將開始 泰國選手 通常都以這個身體的素質強悍 還有他的韌性 非常的夠 非常的著稱 我們現在台上看到身穿黃色裙子的是黃文思 藍色褲子的呢 藍色短褲的呢 是羅姆安 來自泰國的羅姆安 哇這一季 這一季 這一季政權向身體打去 只是交鋒之後 黃文思主動的出擊 對 攻擊對方的身體 然後讓對方的注意力往下移 然後再一個勾擊往上 希望能夠 命中頭部造成有效的攻擊 漂亮 來看一下 黃文思的機會來了 連續的攻擊 直接命中了 羅姆安 不斷的把對手逼向拳腳 這個時候 羅姆安只能採取手勢了 連續的攻擊 這個時候 黃文思打出了一波高草 可惜喔 沒有擊倒 果然泰國的選手的這個韌性非常的足喔 嗯 再來計右勾拳 有像的刺探 黃文思 持續喔 常看到他第一拳啊 往對手的身體打去 在刺激尋找機會 因為羅姆安的架勢啊 他把這個手的防禦拿得頗高 那當然肚子的地方就露出了空隙 所以如果要命中 要KO對手的話 勢必要讓他的注意力往下移動 那 注意力往下之後呢 往頭部的攻擊 就會發生效果 此次的短兵相接 都沒有能夠確實的命中對手 這個時候已經做高拳 第二回合告一個段落 可以看到黃文思在這一個回合當中 打出了一個漂亮的高潮 對 其實黃文思 來看一下在第二回合當中 這個時候 透過畫面可以看到羅姆安呢 在剛剛那一波交鋒裡面 是有一些優勢的 但是黃文思 逮到了一個機會 一個上勾拳之後 連續幾個正權命中對手 同時不斷的把對手做逼退 而且打的羅姆安是能採取手勢喔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在這一波交鋒當中 是沒有打出一個擊倒 對 在八回合比賽裡面 體力的調配也是非常重要的 過度的這個窮追猛打 然後沒有造成效果 反而在最後 後面的幾個回合 可能會 呃 吃虧啊 尤其面對才二十歲的羅姆安選手 這場比賽要爭奪的是WBC Asia 超銀量級的拳後 大陸拳後腰帶 那麼這個頭銜的目前為止是空缺的 也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場上的狀況 又是連續幾次 逼得羅姆安只能採取手勢 被動的環擊 一度是擊中了黃文思 但是這個時候 這一波交換拳腳 還是由黃文思 就是在那一點上風 提到目前要送出的這一個 WBC Asia 大陸拳後的頭銜呢 目前是空缺的 所以說 贏的那一方 能夠帶走腰帶 以及勾拳並沒有命中羅姆安 這個時候羅姆安擔心跪地 不過這是一個花道 繼續的往身體做進攻 從第一個回合打到第三回合 其實 右拳民眾對手 不過羅姆安相當的強悍 再來 這個時候 延續的幾技上勾拳 裁判判定擊倒 開始做獨秒的動作 黃文思真的是一位相當具有熱情的選手 打出了這張比賽第一次擊倒之後 大聲的喝彩 主導把秒繼續進行比賽 繼續的強攻 延續的幾技勾拳 那樣子羅姆安沒有從傷害中恢復 這一回合的時間足不足夠 黃文思結束比賽呢 好 結束 這一次的擊倒 比較靠近第三回合的中了時間 對 第三個回合 黃文思打出了這場比賽的首次擊倒 透過我們動作重播 再來回顧一下 第三回合雙方的交鋒 事實上 這個往下壓的動作 並不是擊倒 可是待會真正的擊倒在後面 好 就是這一個 連續的幾技 左手的上勾拳 命中了羅姆安 所以打出了本場比賽 第一次的擊倒 再次 重複一下規則 如果說八個回合 還沒有辦法分出勝負的話 要裁判來判定 那一次擊倒當中 這一回合會拿到 十分對八分的一個優勢 所以說 黃文思目前為止 為自己創造了一個領先地位 最後的結果還是要看 全賽裁判的判定 這個時候黃文思 繼續的往 羅姆安來做強攻 再次把對手逼入拳腳之後 幾次身體的重擊 再次命中了 羅姆安 看樣子羅姆安要 吞下他的職業第一敗了 不過拳擊 很有可能在 某個回合內 情勢完全逆轉 嗯 OK 羅姆安又挨了一拳 又是一次Body Shock 出拳試探之後 黃文思閃過對手的 又出拳 這個時候 又是幾技的強攻 一波組合拳的進攻 如果羅姆安以 這個殘暴 對手來 化解對手的攻勢 又是組合拳的出拳 雙方是互相的交換 好 然後文思的這個 慣用的打法 閃過對方的 後手直拳之後 往前打一波組合拳 右攻拳沒有命中 左支之後再來 哇這一拳命中 黃文思的右攻拳 命中羅姆安 再來一拳 看樣子羅姆安 有一點點站不住了 連續的出拳 逼迫羅姆安 只能採取手勢 繼續的命中 繼續的命中 這個時候 只能逼在牆角了 這一個時候 這是滑倒 因為黃文思將羅姆安 身體往下壓 裁判判定為滑倒 不過 黃文思有機會來上上追擊 好 回合結束 黃文思真的 不簡單啊 回顧一下 這回合的精彩交鋒 閃過之後 一個右攻拳之後 連續的幾季組合拳 有效的命中對手 黃文思在這樣比賽之前 生涯三勝零敗 但是今晚 碰到了黃文思 跑不到便宜 黃文思呢 其實在職業比賽之餘 自己也是一名拳擊教練 在中國 交奏拳擊 還是沒有放棄 職業拳擊手的夢想 通常職業拳擊手 除非是世界頂階的選手 通常都會有需要 另外一份工作 來劍拆 假動作 第五個回合展開交鋒 黃文思 在這一回合 可能有做一個調整 調節體力的一個策略 不過還是得手了 由下往上的進攻啊 到目前為止呢 黃文思都打得非常有效率 黃文思 勾拳連續的命中 羅姆安 看樣子 羅姆安如果 最後要取勝的話 只能靠KO了 如果以勝利 這一個利基點 來做策略的話 必須在接下來 剩下的 這個回合在內 必須KO對手 否則 我看在分數上 很難取得優勢 漂亮的健身纏鬥 雙方身體貼在一起之後 黃文思是繼續找到空打來出拳 在零星的機會當中 羅姆安也企圖 找到機會來還擊了 但是目前為止 效果 並不是非常明顯 再來 直接命中了 上勾拳 在打到 在打到對手的臉頰 這個時候 鈴聲響起 第五個回合結束 剛剛也不算是擊倒 嗯 事實上 黃文思有一個 把對手往下壓的一個動作 那當然這也不能是 不能怪黃文思 因為羅姆安都習慣得低頭 對 對 回顧一下第五個回合的交鋒 幾次朝著身體攻擊之後呢 對手的上半部 也 在某些情況下露出了空檔 就像這一拳一樣 對 黃文思在 產後復出之後 總共在今天之前打了三場比賽 2017年的10月5號 在中國復出 那三場比賽呢 都在中國來舉行 總共在今天賽前拿下了 兩勝一合 今天呢 相當有機會 拿下復出之後的第三勝 沒錯 而且是把這個WBC Asia的大陸 拳後頭銜帶走 哇 右勾拳連續的命中 這個時候兩邊是互相交換的幾拳 非常敬佩羅姆安的這個身體素質 拍了這種拳頭好像沒事一樣 繼續積極的來做進攻 朝著身體打出了幾幾組合拳 但是 這個時候羅姆安還是挺過來 第六個回合 哦 試圖將對方的手往下撥 去繼續進攻 在復出之前 2017年的10月之前 黃文思的出賽已經要追溯到2012年了 來看一下 在神圈旁邊的幾波交鋒 黃文思又幾次的得手 羅姆安 看樣子 這回合又是輸掉了 右勾拳再次命中的羅姆安 羅姆安真的很厲害 延續挨了幾拳之後 都還站得住腳 到目前為止 緊被擊倒一次 好 也是一波組合拳的攻擊 羅姆安又陷入危機之中 以及正拳過來 羅姆安守住了 抓準對方出前手的這個機會 用後手反擊 或者是用前手勾拳的反擊 就是對付跟自己不同架式的選手 非常慣用的招式 連續了幾擊巴黎翔 上勾拳沒有命中 第六回合領響 這場比賽呢 也即將進入到後半段喔 那麼在第六回合當中 看起來 從一開賽就採取大量主動進攻 而且打得很積極的黃文思呢 可以說是沒有什麼 太大的 這個下滑的跡象 OK 就是這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進攻 至少連續命中的五拳 對啊 而且這個上下開攻的攻擊 試圖讓對方擋下面就擋不住下面 擋上面就擋不住下面 沒錯 第七個回合開打 最多範圈看起來是黃文思這樣上風 對方擋不住 羅摩安也在被動當中 試圖尋求還擊的機會 但是效果並不好 這個時候又直接吃了一擊左拳 羅摩安也在被動當中 試圖尋求還擊的機會 羅摩安也在被動當中 試圖尋求還擊的機會 哇 驚人的右勾拳 羅摩安也是撐住了 不管在任何形式的出拳之下 黃文思這一位 這個經驗比較豐富的女拳手 總是能夠找到自己佔優勢的地方 身體 有頭部 OK 黃文思一直將這個頭往下低 那羅摩安自然就會把他往下壓 羅摩安在閃避的過程當中 有習慣把頭部放得很低 甚至在對手的腰部以下 對 事實上這是一個犯規的動作 繼續的逼推對手 這個時候倒地了 裁判揮舞雙手 這就是一個TKO 這個時候裁判認定羅摩安 並沒有辦法繼續比賽 技術擊倒 恭喜來自中國的黃文思 拿下WBC Asia 大陸拳後頭銜 出現今晚的第一個KO 那麼提到了TKO跟KO 其實也是不一樣的 沒錯 那TKO就是所謂的技術擊倒 那跟我們熟悉的KO 最大的差別就在於說 KO有進行獨秒的這個動作 也就是說被對手擊倒之後 無法繼續進行這個比賽 那裁判獨秒 獨完十秒之後 就是以KO作為判定 OK 剛剛的精彩畫面回放 再次恭喜黃文思 這一位中國的拳手媽媽 在付出的第四場比賽 還是未嘗敗機 把自己的職業生涯 戰績呢 推進到了十勝 三敗 一盒 可以看到 黃文思真的是非常具有 這個擂台魅力的一位拳手 然後來了 秀了一段 代表中國在台灣出賽 一樣是展現了自己非常 不錯的實力 再次恭喜來自中國的黃文思 拿下WBC Asia大陸拳後頭銜 我現在才注意到黃文思的這個 擂台邊的這個教練 是中國大陸鼎鼎有名的徐雀 也是中國大陸一位非常有名的選手 事實上 就像Ben剛剛說的 職業拳擊就是一場秀 你越需要一點火花 黃文思就是能夠創造火花的選手 沒錯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一個特質 在職業的這個擂台上 實力堅強是一個必然的條件 那如果能夠吸引這個 全民的目光 甚至 讓這個比賽達到高潮 這是一個職業選手 必須要有的特質 頂尖職業選手必須要有的特質 還要有的特質 黃文思也經由WBC Asia 楊文思也經由WBC Asia 大家